学生招会开始 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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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 它的树干如果受伤了 它自己本身会分泌桃胶 桃胶加上红枣 枸杞可以煮甜汤很好喝哦 那猜猜看 在空桥底下的这个植物 它可是五月份的大明星呢 你们认识它是什么植物吗 它叫做月桃 这是月桃的花 白色的尾端有点红红的 月桃的花卸了之后呢 会结绿色的果 绿色的果慢慢长大 成熟之后就会变成橘色的 橘色的果 那这个裂开之后呢 它的果是裂开之后 里面会发现有种子 种子 商人会取这个月桃的种子 来做成肥皂 护手霜 或者是沐浴乳 还有月桃的种子外面包了一层 白白的膜 各位小朋友你们知道吗 这个白白的膜啊 在100多年前 日本人就把它拿来做成一种 有点像 有点像保护喉咙的 保护喉咙的药品 叫做人丹 再来月桃的筋 晒干之后可以拿来做编织 原住民会把它编成草席 或者是把它盖在 他们做的屋子上面防御 月桃的根 可以拿来煮汤 你们有发现它的根长得很像姜吗 这个根洗干净之后切断 也可以拿来卤蛋 这是原住民很有名的 月桃蛋 中年级的小朋友要特别注意 自然课有学过 你看看月桃的叶子 这是属于平行卖 还是网状卖呢 没错 这是属于平行卖 月桃的叶子 可以拿来包粽子 它 会有一个淡淡的 姜的香味 或者是原住民会把它拿来包糯米 下去蒸 或者是把它洗干净之后剪成一块的 剪成一块一块 放在蒸笼上 蒸草蛙粿 你们有吃过草蛙粿吗 月桃的叶子中间这个梗 晒干之后可以编织篮子 是原住民还有古时候人类的智慧呢 接着我们要来看无边际水池 小朋友有没有发现 上个月无边际水池 有了一点点的小变化 无边际水池 我们 放了很多 水生植物 这些水生植物呢 非常的珍贵 有些在野外 都灭绝了 不见了 比如说 你有没有喝过四神汤呢 四神汤里面的芡食 就是这个芡 的种子 妈妈有没有炒过水莲给你吃呢 水莲就是龙骨半杏菜的 金 长长的金 还有端午节的时候家家户户要擦仓谱 避邪 仓谱就是水仓谱的这个叶子 上个礼拜 我们才能够常常在无边际水池看到美丽的花朵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今天莉莉老师报告的周一共读 请全班宁静阅读 还有 到图书馆参加五月份的主题书展抽奖 下个礼拜回到学校之后 来看看校门口的桃子 来看看空桥底下的月桃 还有我们的无边际水池 莉莉老师报告完毕 街头艺人表演时间 visuals 就是 以后 也是 导规ос 然后 好了 不是 这样 我 我 én 导规ос 我也 我 ه i know you should be on count down the liver burn burn but the lilly heart she looks so hard champagne but the internet will be kept but the trolley beat me got it up she bring me along sat down negea and the lilly heart you know i'm not sure say love it's a normal me love it's a normal me hey for me love it's a normal me love it's a normal me he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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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